然后,将绳带绕腰间一周,插在卡扣上,最后收紧绳带,救生衣,备有救生哨,以备不时之需,感谢您的配合 二,游船在行驶过程中,请您不要将头和身体和他们游船外做栏杆 三,带有随行儿童的家长,请不要让孩子在船上单独走动,不要坠着打斗,以免发生危险 四,游船配有分类垃圾桶,请您按所属类别投放,保持游船的环境卫生 五,请您保管好个人物品,以免多湿或落入水中 在甲板观光的游客,请您注意穿行桥梁时的高空坠舞,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现在我们左侧看到的是大陆银航仓库 该建筑,顶部沿头设计造型是长城市城堡,顶部高出的中塔像是一座雕板,已是细约三年 该建筑后重大气,作为一场场所能够给人一种安全、陷入的感觉 大陆银航仓库,建立1925年,大陆银航是银行基本所创建的银行 1919年创建,1932年先往上海,作为一名集合本在天津设立的银行之一 大陆银行仓库,是本土处于业务外商三汉堂的建政 前驶在海河,您能看到很多座的桥梁 银奶橙面,小奶变珠,一桥一景,每一座桥梁的造型都是不同的 海河上游,平均九百米就有一座桥梁,极大的翻变了海河两岸的交通 来到天津,您经常会听到一句俗语,酒河下烧天津味 其实还有个半句,就是三道湖桥两个关 我们今天游览的航线中会穿行过其中的两道湖桥 一个是位于古文化街码头附近金汤桥的前身,东湖桥 另一个是位于大碑苑码头附近金汤桥的前身,摇蛙木浮桥 还有一个是位于大普通附近金华桥的前身,超过浮桥 共同构成了天津著名的三道浮桥 建设三道浮桥是因为当时天津曹运特别兴盛 可以使比较高的船舶,也能通行过比较矮的桥梁 用浮桥这一方式,恰恰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 后来对这三座桥梁进行了固定 可以说这三道浮桥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成绩 还是人民智慧的一种集中体现 一个城市的规划,除了要满足一定的经济职能 同时也需要打造一个适宜居民生活的环境 因此在繁华的金门金塔上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区域 是海河中心广场的公园,2010年9月对外开放 公园总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 园内栽种有波斯菊、海棠和月季等七十余种名贵植物 堪称市中心的天然绿色养发 传行至此,位于中心广场公园后方的这片区域 便是海河一世风情区,也是原意大理租建地 区内现有风貌建筑133栋 其中著名的建筑有原意大利领事馆、兵营、回力球场 还有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伟大爱国者梁启超纪念馆 梁启超先生一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和西方的宣传 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 在哲学、历史、法学、文学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 其中,我们不得不认识梁启超先生著作的《少年中国》说 他的声音穿越时空,正能发聩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志则国志,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除梁启超故居及引兵士书斋外,易丰区内还有我国戏剧大师曹瑜的故居 曹瑜在这里度过了少年和中学时代 他的代表作《日出》、《雷语》都是以天津为背景写成的 试团的背景写成的 写兵 衣服 华鱼 试团 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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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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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天津六百多年的厚重历史 给予城市击溃不至千里的勇气 回望璀璨浩瀚的文化高光 从一千多年前的天子渡口 到百年前工商业最早开放的金融贸易中心 再到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渤海明珠 无数文化光辉与奋进故事在这里积电 直到酝酿为城市的日常 天津六百多年的厚重历史击溃不至千里的渤海明珠 天津建立六百云人 曹运的重要地位影响着一代代天津人的生活 为了适应曹运工作 以前的人往往喜欢穿轻便 后气 适宜走路的鞋子 而传统老布鞋就因此而广受大众喜爱 始创于1911年的中华老字号老美华 便是传承了百年手艺 将传统千层笔布鞋做到极致 108道四分工序所赋予的混合比喻 让工匠智慧能练于方寸之间 印记选材 手工生产 层层纳致 针针饱满 精湛手艺 空间 绣花 航圆 骆驼鞍四种手工路鞋 形制演绎着不理时光 而后又陆续开发了金派旗袍 莲袖男装 日常鞋服 以及是老化功能性鞋服等产品 以选材精良 工艺精湛 服务精细博得了大众的信赖与赞与 其特有的四项传统手工制鞋技艺 与金派旗袍 莲袖男装和手工盘扣制作技艺 以分别入选国家籍和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物 1911年初冬 老美华创始人庞赫年先生在天津南市三部管地检 谈下一间店铺 由于开店得到了父亲出席帮助的缘故 庞赫年先生的父亲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希望庞赫年要负责将他一直尚未出格的姑姑庞美华养老送中 庞赫年觉得那是自己的亲姑姑 即使父亲不发大 自己做小伙的也有赡养义务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干脆就将店名定为老美华 这场过之情深的就是 奠定了老美华词笑文化的基础 也展现出了新华传统美的词笑道文化 现如今老美华 我两家店铺就坐落在古文化街 如果您想更深入的了解老美华 这个百年老字号 可以一步不远的古文化街店内参观浏览 浏览传右前方 您们看到一座游三个卡楼紧城 成比较形状的建筑 这里就是天津的望海楼教堂 就称圣女圣兰 它是一座欧洲歌厕式建筑 始建于1869年 1870年这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火烧望海楼 历史上称为天津教案 因此为命运为一鹅团运动二次烧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